嘩 我抵抗不了 好美啊 好棒啊 我想那條條街都有很多東西吃 Hello 大家好 Meta 我們有去掃街了 一個月一度的掃街汁 這個系列我相信大家都喜歡看 今天的行程是他設計的 是我安排的 是我精心的安排 然後在IG問了很多人的意見 我們今天會集中在大閣嘴 因為大閣嘴的美食實在太多了 這個是第一間的禮物 好期待 這個是我今天的第二天餐 已經得到了他們的餐牌了 然後這個就是啤梨 還有冰菜食物 我跟大家推介這個 Cavonara挺好吃 蜜魚汁 鮮蝦帶子 意大利飯也挺好吃 那這裡是不是Patch Branny 是啊 沒錯 我也帶過兩隻豆過來 我們現在在試Andy的手沖咖啡 是他剛剛親自沖給我們的 西班牙豆和英國豆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們這隻豆是西班牙來的 它是叫做Lomag 是西班牙最大的控陪箱 它們的豆的特別 要沖的過程是要用一些高一點的水溫去沖 才可以出到它的風味 寬咖啡豆如果用這麼高水溫去沖 可能很多時候都會變了苦澀 但是這隻就反過來才會逼出一些味道 那你們現在喝的這隻味 這隻Tanya的水溫 是會有木瓜的風味 或者是杏土的味道 還有剛剛這隻豆是前天才到香港 它是炒完三天之後就搭飛機過來 剛剛到就剛剛可以沖給大家喝 哇 很矜貴 我看過來的時候我已經聞到綠茶的香味 對 綠茶的味湧起來 我站在這裡已經是三十字的距離 已經聞到這個 哇 很香 這個有什麼特色 這個窩夫是我們純手工 我們自己做的窩夫 用的是日本小生園的抹茶粉 然後還有發酵麵粉 它們把窩夫做出來 中間我們還會有一個意大利的開心果雪糕 你怎樣評價這件事呢 開心果 香蕉呢 它切得很棒 鍋腹一點都不硬 還有香綠茶味 真的很美味 開心果雪糕很棒 真是有濃香的開心果味 對 私心選擇 五分鐘之內我們吃了一隻碟 這個咖啡很香 你這杯是什麼咖啡呢 我這個是 烤樽紫咖啡 我剛剛是不斷在這裡攪拌 已經很有那種不香的烤果味 它的烤得很香 讓它拉花很漂亮 然後它的玻璃也不太大 它是不物難以應用的 這麼美味的咖啡 因為我平時喝咖啡 我只會喝海鹽焦糖味 所以這個就是我繼海鹽焦糖味之後 品嘗的新的咖啡 我們有這個很美味的牛角包 開心牛角 八角運來的牛角包 剪開了 然後有些菜 我可以一口均了 我可以吃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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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是開心果味 不過它是地脂法官的牛角包 這個是普通的大小還是不一樣 普通的大小小是這麼大的 也是兩分鐘吃完 20秒而已 好,我們去下一站 好,go 好,go 哎呀,好傷心 剛剛我們特意去日啡 就是打算試它的糊頭肉鬆包 是我今天的 重中之重 知不知道沒有 很可憐 我覺得 我們下一集來 剛剛的日啡就是吃三文治 然後它最有名就是那個 護泥肉鬆包 但是它這不是我的菜式 它是消限量 它是要告訴你 IG看到有才有 沒有 你就千萬不要覺得它有 那我們下次再來 我們密切觀察它 什麼時候IG有 對呀 今天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Surfshark VPN VPN就是虛擬私人網絡 可以令你以安全私密的方式上網 你的信用卡密碼、銀行資料等等 都會得到保障 而且你的IP都可以隱藏 沒那麼容易被人發現 而Surfshark VPN的CP值比一般的VPN更高 一個帳號可以給無限的裝置使用 即是一個價錢可以保護你自己和你身邊的人 現在只要輸入Promotion Code and Home 就會有一七折優惠 還送多三個月給你 而它還有30天的退款保證 如果你不喜歡 隨時可以退款 有興趣的朋友 快點在下面的連結到登記 我們的新行程 就是去吃越南包 對呀 因為我們走去餃子店是遠一點的 是不是那些生菜包著肉那種 應該不是 它是那些酵脆 好像發包那些 哦 終於到了 對呀 終於 蔥仔越南包 有什麼東西吃的 對呀 這個也是我今天期待 既然吃不到那個護泥包 我們唯有吃這個越南包 還有一些經典的越南法包 裡面有紮肉 烤肉 甘筍 總之有很多材料 都有一些肉鬆在裡面 OK 正在開的嗎 正在開的 好吃 冒名而來 對呀 冒名而來 有什麼配菜是推薦的 有一個signature的包 剛剛我說裡面是 什麼都有的 我欣賞一點 只有一間餐廳的店 還有那些craftsmanship 匠人精神的那些 我們已經拿到這個 蔥仔越南包 越南包 這裡是半份 這個包就是這樣的 裡面有很多各式其式的背料 店主很好 幫我們湯開了 半份是一半 它不會湯的 但它免費我們尷尬 裡面有很多材料 我很期待 超足材料的感覺 我試試口可否大到炒 味道很濃 不錯 30元一塊 很濃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個包包剛剛好香 很脆脆脆脆的 真的脆脆脆 它包一點都不軟 很好吃 這個比例很適合 酸蘿蔔看起來的量很多 但吃到中和的肉味 這個包包不適合 這個份量剛剛好 而且炸肉很多 這個包包都起碼有兩三塊炸肉 醬又不會超過 所以它不會吃到你整個手 我吃到魚南包 醬多到包上手已經軟了 這個不會的 所以裡面的內層還是脆脆的 不錯 正 最後一口很好吃 好吃到什麼都不需要 我們只想吃 而且要留意這個包 立即買 立即吃 這個包是即康的 如果過了 過了可能太軟了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誤解 怎麼會買這包包回來 隔了兩小時才吃 為什麼沒有你說得那麼好吃 因為人家是有一個時間來的 我們現在去哪裡 現在要先吃葛葛雞 跟我走吧 我已經問了Google大臣 我看不見了 鹹蛋黃醬 我看不見了 這條家裡很吃得多 但我覺得它們的物糖價沒也很吸引 其實我覺得所有炸雞除了原味也很吸引 其實我喜歡吃原味 割割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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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興奮 我們找個焦吃 Go 我們拿了手套 這條手套有點小貨 但這個是我抗拒不到的 蛋黃雞 我希望它很熱 要等十分鐘然後馬上炸 嘩 我抵抗不到 好棒 大家看到嗎 是鹹蛋黃 我在這裡聞 很香 分香撲鼻 其實也挺熱的 很熱的 我這樣摸也覺得很熱 我先試試這個東西 它的炸粒 試試它的鹹蛋味是否正 很好吃 嘩好燙 好燙 這是三分之一的 對 三分之一的也這麼多 三分之一的也很棒 抵抗不到 很有罪惡感 真的很熱 我連拿到人來 因為它真的很熱 鹹蛋黃雞不是很鹹 它感覺好像那些 流沙奶黃包 那種流沙 就是那種質感 因為我們真的被鹹蛋黃吸引了 但這間的黃色辣醬 人們都是吹之仰舞 都是吃得一試 我覺得一定要趁它現在最熱的狀態 雞肉也很juicy 雞肉 現在是一個充滿 鹹蛋黃液 你算是嗎 很棒 很棒 人家給你三分卡路里 我們對面有些哥哥很努力 很棒 我在吃炸雞 你們慢慢打 上面有兩個 好像這樣做Squad的女生 今天我們對炸雞的定點 重啟 其實炸雞最重要是兩件事 就是夠juicy和夠熱 我們剛剛就吃完很好吃的角角雞 很厲害 你會給多少分 五分裡面起碼有四分 我只想到卡路里三分 我們下一家去哪 我們先吃芋圓 Go 這個芋圓是我經常都吃 一尼大角咀必吃 我好想吃雪花冰 可不可以 為何你吃完不關事的東西 我好想吃雪花冰 我好久沒吃過雪花冰 真的嗎 Pancake也很棒 這裡是吃芋圓的 我覺得我們要試試這個黑糖刨冰 或者芒果刨冰 刨冰上面有芋圓 叫做黑糖醋冰 在芋圓有傳統仙草芋圓 芋香仙草芋圓 和桂花糖芋圓 我自己最喜歡吃這個 芋香仙草芋圓 這是一個桂花芋圓 中間有很大塊 中間有冬咬的鮮草 另一個很欣賞 就是它有白蓉 丸子很美味 通常是日本食物才有吃 我不客氣了 我喜歡它的 真的很好吃 你看桂花的清甜味 和芋圓的味道 這裡的芋圓好吃 就已經是佳芋圓了 鮮草不苦 很好吃 還要排隊 好 好吃 它的芋圓不苦 它裡面是芋圓味道 之餘的芋圓 咬下去是有咬頭的 我喜歡吃嗎 不錯 這家燈是洗一的 大家好 我們是四分之一個Anton 然後這個就是我心心念念了 大概三十分鐘的炮冰 基本上是最後一份 它有幾層 最頂部有一粒很可愛的白肉 還有紅豆加二米 那這個就是黑糖味的炮冰 有一堆愛玉成 現在沒有頭 天早很划 好興奮 這件事很澎湃 吃完這塊 好 我覺得它的份量挺大 其實很划算 36元 不客氣了 我覺得它的黑糖味蠻香 這個不是人工的 一會兒炮冰 粗了一點 所以幼細一點 我喜歡它的味道 好 我們又去吃東西了 我想說這條鏡子有很多東西吃 其實住大閣水都挺爽的 當然 好 我們就來到餃子店 好像很棒 它的餃子有點風味 我看到很多人說 它的煎餃很棒 煎羽菜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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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餃子來說 它出色代 它本身十元四粒 這裡是二十元 八粒 這裡是二十元的份量 每隻都這麼大 它有韭菜餃子 還有椰菜餃子 韭菜餃子 韭菜餃子 是我的最愛 很香 真的很香 在這裡 在脆上 不得了 真的很好吃 這個味道 皮薄不多 薄 好吃 很棒 我們吃的不是它 因為餃子來說 要不就有很多餡 超豐富 很豐富 它不是那種 因為始終十元四粒 兩個半一粒 吃它的手法 韭菜 幾大粒 好像我中指那麼長 嗯 豆腐 我喜歡它裡面有豐富的韭菜 好吃 很多 餃子皮好吃 五一粒 不要覺得很一粒 沒有那些油溢味 兩個半一粒 很香 它的辣椒油 我覺得吃煎餃 是一定要有這個辣椒油 我不吃辣椒油 我不吃辣椒油 五十元 這碟東西 這麼大粒也值五十元 它的西味很濃 很香 老闆娘私人多煮兩粒給我們 剛剛新炸起的韭菜餃子 這個是剛剛老闆娘煮的 它還要煎熟 真的熱了 我來試一下 剛剛那些是炸到脆薄 這是煎到脆薄 所以真的吃到那些皮 鍋貼的那些 就是要那個皮 這鍋鞋很漂亮 沒有煎熟 對呀 而且這裡的辣椒油很香 我覺得是絕配來的 不吃得辣的人 都可以吃到這個很香的辣椒 因為它不算很辣 好吧 我會悔悔一下它 這個辣椒油 很Q很香 然後我現在就要拆拆這個韭菜 這碟東西是五十元 五十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元 我真的不相信可以這麼便宜 它是很大隻 一隻搭著一隻 然後還有它的靈魂 就是它的粉絲 絕對是它的靈魂 其實都是它的殼很大 但是裡面也不太大 我也不太會吃海鮮 不要緊的 吃了在肚子一樣 很鮮 咬下去是有那種鮮味 那個味道很好 蒜蓉加粉絲加糖 不死配搭 很入味 粉絲沒有一齊東西沒有發酵 我是吃粉絲的專家 好 等和菜菜 話說這間餐廳 我問了很多人 剛剛那間小蔥就是排第二 這間是排第一 基本上很多人都說是必試的 它是性價比極高 是極高 讓我試試看 海鮮這些東西 新鮮是最重要的 它肯定是新鮮的 百分百新鮮 誤會 對 五十元想怎樣 這間餐廳 我們今天吃完很多東西 吃一間餐廳 超飽 超飽 每一切到膠都是超飽 一間沒有開 最想吃的那個 沒得吃 我們下次可不可以再見 下次見到IG要即去 我們下次再來大國在 但我們再來那些數到 又再去多次元朗 去多次大國在 我們有招呼到晚上 吃六個小時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 subscribe和share我們 想看我們去哪個數街 記得follow我們 follow阿Mak的IG和我的IG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